在子彤看来,是自己遇人不输,引狼入室,男友友伯是被自己的好闺蜜嘉怡密谋抢走的,但是嘉怡却认为,子彤之所以常叫他一起出去吃饭玩耍,是为了在他面前秀恩来,而他和友伯是真心相爱的,曾经情同姐妹的好闺蜜,如今为了一个男人反目, 那么,他们口中的友伯,今天,会有勇气来到现场,面对和解决三个人之间的问题吗? 那么接下来,我们迫不及待的要见友伯了,我们有请子彤再一次站到,开启告白这门的案件旁边 子彤,我相信嘉怡上来了之后,你的心情更坏了,嘉怡所说,友伯也同样喜欢他 那么接下来,我问你,如果友伯今天不敢来,怎么办? 如果友伯今天不敢来,那也许他们真的有什么办法 那你怎么办? 那我就退出呗 你就退出? 如果友伯来了,坚持说我只爱你 就像你所说的,因为嘉怡是你的朋友,所以我才会跟他有那么多的互动 你会相信吗? 会 那么如果友伯来了,真正的跟嘉怡在一起,就在你面前 真真实实的发生了 你会祝福他们,还是断然离开 又或者是采取用嘉怡一样的方式 我还要把他抢回来呢? 我不会这样说 你的回答让我还是挺放心的 来,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 请按键 请按键 请按键